第一场比赛一开场 魔术队取得球权 不过奇才对进攻效率稍战上风 以24比20领先魔术结束首节比赛 来到第二节比赛 奇才进攻火力不减 魔术被压制来打 无法扳回一城 半场比赛结束 奇才50对40领先魔术 第三节比赛 两队打得旗鼓相当 魔术成功拉近比分 但三节对战结束 奇才再次以70比61三度领先魔术 来到最后一节比赛 一上场的魔术队就反超比分 在最后关键时刻 奇才的魔里斯错失三分绝杀机会 让魔术最终凭借着格林单节十分的表现 主场作战成功力转对手 以88比86险胜 创下三连胜战绩